很多人會在命理的學習過程中間會很迷糊 或者是說你會碰到神棍 或者是說你會碰到命是騙你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基本的觀念 事實上是錯誤的 譬如說我們常聽到很多人講說 算命就是一種統計學 算命就是一個大數據 算命到底是不是統計學 實際上你真正去問命理學的高手 如果他有這樣子跟你講 大概也不外乎有兩個原因 因此真正命理在推算的時候 他必須容納許多許多學問 包含統計社會的一些綜合性的知識在裡面 才能夠去做出好的精確的判斷跟分析 最近一系列我們都來聊一些基本的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說很多人會在命理的學習過程中間 會很迷糊 或者是說你會碰到神棍 或者是說你會碰到命是騙你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基本的觀念 事實上是錯誤的 譬如說我們常聽到很多人講說 算命就是一種統計學 算命就是一個大數據 算命到底是不是統計學 實際上你真正去問命理學的高手 如果他有這樣子跟你講 大概不外乎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他用一個你比較好理解的方式講給你聽 第二個原因是他不是真正厲害的高手 實際上真正手撵命理學的人 他不會去告訴你命理學是一種統計學 如果說命理學是一種統計學 如果說統計學他可以做未來的預測的話 我們也不用選命力了 我們就大家認真好好去研究巴菲特怎麼操作股票 然後累積他過往的操作經驗之後 照著複製就可以猜出來 猜出來他未來是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上課的時候常會跟大家很多人提到說 這種命理上面的迷思 舉個例子來講 有一個人他有六個小孩 他結婚了生六個小孩 結果他過世了 他過世之後就學理上面來說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應該他的老婆他的六個小孩 會各自在這總共七張命盤上面 會看得到老婆那張盤 會看得到某一年上夫 六個小孩各自會在相對應的時間點看到喪婦 七張盤會同時抓到一個相對應的時間點 差別只在於命理師程度的高低 他不會有太大的誤差 如果這件事情是統計學的話 他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呢 大家想想看 這個老婆或許還有理解 反正我的天生老天就派給我 在我幾歲的時候要死老公 那小孩呢 小孩這個事情很尷尬啊 對啊 那就表示說啊 因為命盤的產生啊 是他跟他老婆上瘡的那個時間點 然後算好他老婆懷孕的時間 然後呢 再到他老婆把孩子生出來的時間 這中間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出錯哦 要剛剛好他老婆可以受孕 然後他那天可以射精 然後呢 生的過程都不能有問題 然後他的小孩子才在順利的 在那個時間點出生 然後形成那張命盤 然後盤上面有那一年他爸爸要死掉 而且七個六個都要這個樣子 這件事情有可能是統計學做出來的嗎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做到這個樣子 所以 命理學啊 他其實更貼近一個概念 就是說啊 我們呢 有一群很先進的前輩 然後他理解到跟 他可以透過某一種方式呢 了解到整個宇宙的變化的時候 那他可以知道說 在宇宙變化的階段裡面呢 他會在過去跟未來產生什麼樣什麼樣子的情況出來 預先了解到 然後把整個劇本寫出來 他才有可能達到這樣子的水準 否則 命理學怎麼可能做到這種事情 或者是說呢 命理學上面呢 他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癌症啟發的原因是什麼 這不太會是統計學能夠 單純這樣子推理出來的 有太多太多像這樣子的例子 所以命理絕對不會是 或者是所謂的算命 他覺得不會是統計學 但是不可否認 他必須要用到統計學的部分 什麼是用到統計學的部分呢 譬如說有一個人 他先天的體質不太好 容易感冒 然後住在高山上 那我們知道他現在80歲了 器官的抵抗能力也很差了 那我們也知道 這支影片上映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還在夏天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大概再過個7個月左右 會有寒流來 台灣有些地方的溫度 可能會下降到5度以下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出個概率的預測 這個人在大概六七個月 他可能會有一些人生的大的關卡 大限會過不去 這個就是基本預測的觀念 這個我們知道多長的時間 然後會一定的循環的狀況 每年有四季 然後每個月月亮會有盈虧 潮汐會有波動 這些是屬於被觀察出來 被統計出來的 那他會被用在命理學裡面 然後去對應我們會碰到什麼樣子的環境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呢 整個預測的體系裡面呢 統計學會被包納在裡面使用 但是你卻不能說命理學等於統計學 就好像你坐一台汽車 你坐一艘船 他要去考慮流體力學 但是你不能說交通工具等於流體力學 這是很奇怪的觀念的措置 但是我們常常會有這樣子的概念 或是說有些不了解的人會以為 那個就是統計學 事實上那完全是兩碼子的事情 因此真正命理在推算的時候 他必須容納許多學問 包含統計社會等等的一些綜合性的知識在裡面 才能夠去做出好的精確的判斷跟分析 那這也是為什麼在紫維斗數裡面呢 他必須要有很精確的本命盤 預線盤去看 但完全都不能夠只用本命盤 甚至不能夠單攻單心論 不能只看一個公位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生是被整個十二公組合起來的 那你必須要知道說我天生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我現在遇到的環境是什麼樣子 然後再來我的現實中我處的環境是什麼 才能去做推算 就像我們常說的 有一個人太陰星在命攻 或太陰星在子女天災攻 或太陰星在財博攻 這個人通常相對的 只要他的太陰星沒有什麼奇怪的煞星的話 相對來講他通常是會比較願意 在財務上面會做一些儲蓄 會做一些留存 會做一些配置 那華人的圈子覺得財務要做儲蓄跟配置 基本上就是買房子 但是這件事情你如果把它放在德國 放在日本合理嗎 可能就不見得合理 你看日本房價現在這麼低 德國其他北歐國家房子的稅金這麼的重 那他是不可以把它直接視為是儲存財富 他就不完全是了 但華人地區因為華人的環境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常會聽到很多秘書說 你那個命坐太陰 所以你應該要幹嘛 可是實際上是不能夠這樣去判斷的 因為我們必須要知道他處的環境是什麼 以及他本命坐太陰 但是運線 資訊工的天然工很差 這個時候你還叫他去買房子 你不是害死他嗎 因為那個時候他的 買房子的運剛好是不好的嗎 所以他不會是統計學 那這邊也常常就很多人提到說 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 你去算命的時候 命理是講你過去很準 講未來不準 這最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講過去會準 因為人其實是很難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的 因為我們的命運的狀況 我們的人生會碰到什麼事情 它是我們的個性結合我們的環境 那人很難去跟動自己的個性 人很難去從一個悲觀的人 一瞬間變得樂觀的人 所以我們會依照自己的個性 然後去面對自己的人生環境 那這個很難跟動 除非有巨大的力量介入 否則通常你再算10個命理師 你大概運勢也是那個樣子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下個命理師在算你的過去的時候 通常都會是準確的 因為你今天會坐在這邊 必然是人生有什麼問題 那他只要就你過去的事情來講 你人生有什麼問題就會知道 那為什麼這樣外人會不準呢 因為在未來你也許因為他的影響 所以你有了人生的改變 然後你會因為人生的成長不同 年紀越小越容易受到天生個性的控制 越大你會隨著你的這種人生的閱歷不同 你可能會不知道怎麼做調整 那你就有可能選擇出不一樣的人生出來 所以可能算過未來 他的捲推會不會下降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當然也是為什麼身為命理師 或者是我們一直告訴命理的愛好者 我們必須要不能關在下壓塔裡面 我們要了解更多的政治經濟社會國際局勢 以及社會環境的文化等等的 你才有辦法去做好的分析 才有辦法去做好的精確的判斷 所以算命會不會準 算命一定會準 只要你透過好的分析跟判斷 那算命也絕對不會是命是統計學 因為統計學沒有辦法去統計出來 你跟你老婆上床的那一刻 剛好決定了你盒子的那張盤上面 你哪一年會是國事 這是統計學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謝謝大家